我有一个鸡 牛哥你啥家庭啊拿这么贵的 我还是拿个便宜一点的吧 停 诸位 吃一根雪糕奖励一百块钱 这胡同也太给力了吧 吃一根雪糕奖励一百块钱 是的 没错 为了回馈啊 这些你们经常光伴小店的顾客的 那后来有人干嘛 吃呀 上次套入了大东老板 这次肯定没那么简单 我先来看看情况 大东老板 我吃完了 萌萌萌 你这神素呀 嗯 好的 带来 来萌萌 挣你的一百块钱 真的有一百 那我赶紧把这根吃了 我也吃完了 老板 哎呀 我吃完了吗 吃完了 行 给你一百 没想到吃雪糕还能挣这么多钱 我再来一个 大东老板 我也吃完了 哦 行 给你 肉肉 你不吃了吗 不吃了呀 我害怕发泡 吃吧 吃吧 你一点也不胖呢 再说雪糕的种类那么多呢 吃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套路 不吃了 不吃了 我吃一个就够了 老板 我吃完了 给钱 我也吃完了 来 别急嘛 来 看看我这儿 下面还有一行字呢 来了 给钱吧 啊 我就知道没有那么简单 不是吧 老板 不能这样吧 少废话 来 赶紧掏钱 我再也不吃雪糕的 我都连花钱 我都连花钱 欢迎关注董言 我以前给你不一样的精彩 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在下方点个赞呗 下一视频 都连花钱